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糟糕的一天可能让人自责,胆到无用或情绪低落。 然而,明天总会到来,不能让今天的糟糕情绪延续到明天。 成功人士都懂得透过三个方法,在糟糕的一天后重置负面情绪。 第一,一回到家就换上居家服,让自己放松。 第二,找一个放松的地方,找个舒适的地方坐下,回顾一天的经历。 最后,专注重整负面情绪,思考糟糕情况发生的原因,找出解决方案,并模拟如何行动导向正面结果。 这样做,能让糟糕的一天变得不那么糟糕,并避免重蹈覆彻,迎接新的一天。 第二则新闻。 研究显示,巴黎奥运预计能为巴黎创造67到111亿欧元的经济效益。 然而,过去六届奥运中有五届成本超支,超出预计成本以成常态。 巴黎奥运的成本超支率为115%,如果经济效益只达到低标67亿欧元,最终结果将是亏损。 奥运的投资报酬率不佳,原因是许多主办国在奥运专用基础设施上投入大量资金,但奥运结束后这些基础设施的用途有限且维护成本高。 此外,奥运带动观光人潮的想法也未必符合实际情况,因为有人会因为人挤人或高昂的旅宿费用,放弃前往主办国。 航空运量和饭店住宿也少于非奥运时期。 总体来说,奥运对主办城市来说,通常是赔钱的。 第三则新闻 前日本金瓷会长伊藤签作从高中毕业后,在金瓷创立之前,便担任道圣和夫的助理,协助进行精密陶瓷的研究开发。 尽管工作环境简陋,他不辞辛劳。 伊藤曾希望就读夜间大学,但道圣劝他专注于工作。 伊藤接受建议,全心投入,最终成为金瓷的领袖,尽管仅有高中文凭,他凭借优秀的品格应得尊重。 道圣强调,出色的人格魅力源自持之以恒的努力工作,而非仅靠聪明才智或高学历。 在金瓷的发展过程中,道圣观察到,刚开始看反应迟钝,资质贫贫贫的员工,往往因为长期专注于一件事而成长为出色的领导者。 相比之下,那些看似聪明伶俐的人,却可能因缺乏耐心和毅力而早早离职。 道圣强调,许多被封为名人或打人的人士,正是通过不断努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,才取得今天的成就。 下一则新闻 在组织管理中,从个人化思维转向机制化思维非常重要。 这需要领导者设立明确的规则,防止不公平的权力分配和潜规则形成。 专家指出,好的权力是明确规定权力范围,例如经理决定的事。 坏的权力是只为金明文规定的模糊权力,像是既得利益。 举例来说,新进员工因为没有向资深员工报备而引发冲突,最终导致新人离职,便反映出潜规则和权力分配不明确的问题。 要解决这个问题,领导者要做到三件事。 第一是明确规则,清晰界定每个人的权力和责任,向所有员工传达。 再来是摧毁坏的权力,消除不合理的潜规则,保护新人才。 最后是建立机制,透过透明且公平的机制防止既得利益的形成。 总结来说,领导者应设立并执行明确的规则,确保权力分配透明与公正,这有助于解决潜规则问题,促进组织健康发展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。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,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